作为芒果近几年最热门的IP之一 浪姐开播三季以来虽然也遭遇过不少吐槽 但爆款的事实不会改变 大部分观众顶多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态 但其实芒果在这个领域已经是垄断地位了 从2020年到现在国内还没有任何卫视 或者网络平台 敢和芒果争夺成名女艺人 还选综艺这块蛋糕 如今 备受关注的浪姐四已经录完了出舞台 33人的准确阵容已经曝光 姐姐们上班下班的路透图同样也不是秘密 一公被曝将于4月17日录制 首播时间是5月初 全新加盟浪姐四的姐姐有孙月 曲影 风明娜 谢娜 朱珠 张嘉妮 刘希君 刘亚瑟 陈冰 吴茜 汪小敏 曾可妮 丽莎明子 赵丽娜 吴忧 王嘉宇 谢心 蔡少芬 李采 华 卢 卢静山 徐静韵 贾静文 徐怀玉 陈家画 王丽玲 陈毅 韩 秋子炫 吉娜 刘亦云 美伊里牙 知福 唐伯虎和凯丽 纵观浪姐四的全阵容 虽然没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天后及前辈加盟 但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那就是这一季堪称美颜盛宴 门面担当竞争激烈 贾静文的路透图被曝光后 迅速冲上了热搜高位 网友们纷纷感叹这哪是48岁的状态 说30岁出头一点也不为过 值得注意的是 贾静文的出舞台造型 很可能是被曝光的浅绿色长裙 右手佩戴纸花的他让人梦回照明 大兴回忆杀即将来袭 因为回家的诱惑这部国民极构写剧 秋子炫和李采华同时加盟 浪姐四引爆了社交平台 不得不说芒果是会高热度的 大家很好奇 这对剧中的仇人在节目中的相处方式 同时 秋子炫和李采华也都是本季门面担当的大热门 而且发过多张唱片的李采华是有不弱唱功的 张嘉尼出演首部电视剧《再见一连幽梦》时 是一种楚楚可怜的美 但如今的她有一种攻击性的美 妥妥的浓颜细美女 即便在美女扎推的浪姐四阵容中 也是名列前茅的程度 她在节目中的各种造型一定会是热搜常客 和张嘉尼一样 朱朱也是典型的浓颜细大美女 而且她有一种国内女星少有的国际美 连续八年入选全球最美100张面孔的她 是浪姐四阵容中无庸置疑的门面担当之一 她的唱跳表现如何令人期待 此外 宽女一珠刘希君 甜妹无欠 好声音选手陈冰 青女选手曾可妮 战狼二女主卢静 山 氧气美女陈一涵 海外阵容中的美伊里亚 制服 唐摩虎和凯莉等也都各个是美女 颜值很可能成为浪姐四的营销重点 希望节目组的装造不会拖后腿 尽管浪姐四中的话题 姐姐和高热度姐姐不在少数 但与前三季一样 也有几位存在感迪的姐姐 目前来看是刘亚瑟 汪小敏 米莎敏子 赵丽娜 吴忧 王嘉宇 谢星 凯莉这八位 刘亚瑟虽然凭借支持拿到了金像奖影后 但更多人对于她的印象还停留在 是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的朱小北 所以英皇给她安排浪姐四这档节目情有可原 她确实需要提高国民度 而三家过快乐女生 拿到做明星学院 季军以及我行我秀2007冠军的她 有望成为节目中的大黑马 酷帅风格会是她的优势 汪小敏是花儿朵朵和大地飞鸽的冠军 尽管实力毋庸置疑 而且参加过样式春晚 但始终没有大红大子过 近些年甚至开始尝试演戏 如今得到浪姐四的邀请 绝对是她出道以来的最好机会 她也有可能成为本季黑马 希望这位年轻实力派被更多观众看到 芒果一直都有安排自家人加盟浪姐的传统 比如第一季的吴欣和沈梦辰 第二季的刘燕 第三季担任主持的谢娜 如今李沙明自家蒙第四季反倒没有引起太多水花 一来可能是因为同为芒果自家人的谢娜的风头太盛 二来可能是因为她和第二季的刘燕一样 国民度本就不够高 但愿她的浪姐之旅别像刘燕那样短暂 赵丽娜是女足运动员 目前网上热度不高 也没有太多路透被曝光 她的加盟与第三季的徐梦桃一样 节目组邀请她跨界加盟 更多是出于利益层面的考虑 但至于能否有去年徐梦桃那样的综艺效果 以及队员们如何解决她188厘米身高的不和谐 我们拭目以待 无忧的代表作是于最终的林雨静 当时这部剧和这个角色非常出圈 但可惜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 如今得到浪姐四节目组青睐的无忧 非常需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但至于能否成为黑马 笔者不太看好 从皮歌中的李响和刘迦 到浪姐三中的朱杰静和唐诗义 芒果在这两档国民集节目中 邀请专业舞者似乎成了惯例 而浪姐四中的舞蹈大魔王 无疑是舞蹈风暴二的冠军谢新 尽管她目前的关注度不高 但绝对会是节目中的大黑马 最终成团的概率很大 此外 王嘉宇和凯莉目前的存在感也不高 前者出道超十年 但对很多网友来说依然是小透明 不知道节目组为什么会邀请她 后者算是湖南卫视的常客 参与过嗨上转起来和春天花会开 也在央视亮相过几次 但这类外籍歌手除非成绩耀眼 否则很难被人记住 综上来看 浪姐四的阵容其实相当好 不仅是一场养眼的美颜盛宴 而且不乏多位实力强悍的姐姐 即便是存在感不高的姐姐中 也有望诞生黑马 而黑马这种戏份无疑是观众爱看的 对于浪姐四全阵容的33位姐姐 你最期待谁的表现呢